红官二战德国海军的作战史 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无疑是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之一 尽管在设计上存在几乎不可弥补的各类缺陷 千天不足的沙恩还是随着仓促上阵的德国海军 一起被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在紫媒舰格奈森脑提前退场之后 他葬身滨海的结局 也为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活动几乎划上了最后的据点 其服役历程可以说就是二战德国海军的命运缩影 作为一家专业的军事积木厂商 Cobi积木自然是不会错过这条历史名剑 不过和历史上的服役次序有些不同 在沙恩上市之前 Cobi就已经推出过了比斯麦和提尔皮茨 所以这一次反倒是沙恩应用了后备的各种改进经验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零件树上了 由2472片零件构成的沙恩霍斯特 在比同系列的比斯麦多出了接近500片零件的前提下 比例依然维持在1比300的Cobi标准比例 全件长度约为80厘米 多数的零件数量显然都用在了细节打造以及零件修行上 从测试角来看 沙恩和其他Cobi积木战舰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水线下的红色舰底部分加厚了一层 干鞋和水线以下部分更符合原件的比例 不过也相应造成视觉效果上干鞋偏低 某种程度上倒是很还原这条超重的半潜重炮件 两座三连装11英寸主炮的布局和实践保持一致 但是主炮塔上使用了不少Cobi自家的曲面通用件 造成炮塔的造型和德国特色的多面体折角炮塔区别相当明显 横观炮塔上方的侧距仪也和原型相去甚远 所以算是还原度上为数不多的大槽点之一 同为德国特色的城堡式剑桥还原的就十分到位 四座小口径防空炮 两座球形对空射控塔都有对应分件 剑桥顶部的主炮侧距仪上也做出了雷达的天线正面 剑桥顶的光面零件还特意使用了单面的生风色印刷键 以还原开放式剑桥的防滑甲板 而且全剑的所有分色和弦窗细节都无需使用贴纸 这一点也是诚意十足 舰体中部六脚宝型的武器平台也完全按时时排布 一层甲板上的双连装150毫米副炮 额外增射了象征性的防空炮零件 单装150毫米副炮则与三座105毫米防空炮交错布置 识别特征可以说非常明确 后半部分就可以看到纸上飞机的吊车 商恩区别于姊妹舰格奈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倒三角式的后围 以及另一座双连装副炮 当然也千万不要忘了战队世界玩家都很熟悉的 三连装鱼类发射管 剑尾的武器包括另一座主炮塔 和独立的第七座105毫米防空炮 水线以下依然可以看到 德国战略舰标志性的三轴双舵推进体系 至于尾部分剑偏碎 落差明显这些问题 已经可以算是Coby的家族特征了 另外在Coby附赠的展示之架上 这次还非常贴心地标明了 沙恩霍斯特的生俗年份 除了让人觉得非常用心之外 也不免是有一种慕志明的既视感 嗯,好了 总的来说呢 如果说齐伯林伯爵代表了Coby在积木航母上的最高水准 那么这条沙恩霍斯特 就是目前Coby在积木战略舰上的巅峰之作 全舰的现行还原依旧流畅 更多的零件数则让它的细节表现 在Coby目前的产品系列中达到了最高的一档 加上诚意十足的权硬刷件和积木分色涂装 除开除化塔造型 以及Coby祖传的零件偏硬 废手这些问题之外 这一套沙恩霍斯特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最值得购买的积木战略舰 没有之一 由于这条沙恩并非战舰世界签订款套件 185.43欧元的官方定价 相比接近200欧元的齐伯林来说会略微核算一些 目前的海淘价格稳定在1000元左右 国航版本售价则是相差不多的1048元 不知道各位玩家朋友有没有感到心动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 我是93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